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得来到那灵流的心悍 期待着一场最美丽的喜好 与自然相遇 有时得平靠运气 在浓密的森林中 见到黄鱼霄 恐怕只是一生一次的机会 黄鱼霄是一种练习性的毛头鹰 在台湾十二种毛头鹰当中 它是体型最大的 和同一车最小 如同麻雀般 只有十来公分的胸流相比 这种体长将近六十公分的大型毛头鹰 可说是庞然巨物 白天是他们休息的时间 这时候他们都有如入定高斯 注意在枝头上 一动也不动 除非是受到外来的惊吓 感谢观看 黄鱼霄是靠西流尾声的毛头鹰 在台湾的中低海拔原始森林的西流中 黄鱼霄是靠西流尾声的毛头鹰 这类鱼霄全世界有七种 四种在亚洲 三种在非洲 很奇特的 分布在亚洲的三种都有儿语 而非洲的都没有儿语 黄鱼霄并非台湾特有种 中国大陆也有分布 毛脚鱼霄分布在日本 西伯利亚 马来鱼霄分布在马来半岛 中国南方 和鱼霄分布在印度为主的地区 非洲则有航班鱼霄 毛班鱼霄 以及棕鱼霄 黄鱼霄有着深色的大眼睛 配上张扬的儿语 黑色的嘴灰 一身浓密的黄褐色羽毛 和其他猫头鹰一样 俨然是充满智慧的长者 一如其他知乡科家族的成员 黄鱼霄紧追柔软灵活 让它可以270度的旋转 纠纠有神的黄色眼睛向前平视 就跟人类一样 可以立体视物 在产产西流畔 眼睛的功用 要比一类猫头鹰没有精力买得重要 这样强调的设计 可以精准掌握到跟猫头鹰之间的距离 帮助它提高觅食的效率 为了顺利的捕捉鱼类 鱼霄这类猫头鹰 还必须生怀其他血气 脚底的极刺 不仅能够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 提供举滑的效果 也能毛毛地捉住水中的滑流生物 台湾中低海拔原始的西洋环境 孕育着丰富的鱼类及其他食物来源 正是黄鱼霄理想的家 武林西部海拔高度将近两千公尺 这里也是黄鱼霄分布的上限了 经过科学家多年来的正宗 发现武林地区 至少有两堆黄鱼霄在此地区 他们住在七家湾西 仅有深夕旁 更有其生存领域 而且至少还有四只 抢不到地盘的单身黄鱼霄 四处为家 黄鱼霄是一副一气质 除非临半死亡或离去 否则都会终身厮守 然而生存竞争的压力无所不在 看似稳固的结构 也可能随时被取代 这只死亡的公鸟 原本拥有的繁殖领域 在竞争失败后 提供了新的繁殖空缺 给其他单身的黄鱼霄 这一抢不到地盘的流浪霄 就只能继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每年春天刚鼓励的靠山 还覆盖着海覆盖着白雪 也是一花生开始前 黄鱼霄会开始在靠近溪流的森林里 准备迎接新生命吗 就在地海拔潮湿三厘里的旁游箱 通常会直接幽默封身在树上的大型蕨蕨 来繁殖 消失脑长蛟 或挨江蛟 扎入古林地区 任常充足 相对干燥 树上并没有这种方便的建材 这里的黄霄 通常利用高达老树的枯树干段木 所形成的凹洞或树洞 当作于遗室 这种特殊的资源 也只有在天然林中的老树身上 才会出现 更新的这种枯栗老树 在森林中的重要性 驴香妈妈 一般会生下一到两颗蛋 然后就会一直待在场中复旦 不论日夜 还需不时地注意着潮温状况 出来了 也只有休息十几分钟 就得赶紧继续复担 以免淡时温了 难保小生命 经过一个月的漫长等待 小生终于出生了 小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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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 也烟恋爱 彗端的白丝带纸 是用来获克的利剂 过几天后就会透露了 此时于霄妈妈也会继续待在潮里 帮她们取暖 在于霄妈妈孤单及照顾新生三宝宝的时候 于霄爸爸最重要的工作 当然就是出门努力打练 除了自己要吃 老婆和小孩的肚子也要一併照顾 非常的辛苦 有时候于霄爸爸回来晚了 于霄妈妈还迫不及待地上前抢食物 而日常的于霄爸爸就比较厉害了 他一次还带回两条鱼呢 于霄爸爸是否能提供成功的食物 是反正成功或失败的关键 在潮中的于霄妈妈也能先着 负担着捕育幼儿的工作 她会将食物刺成小块 小心地喂给她的小宝宝 虽然叫做鱼霄 黄鱼霄并不止吃鱼 以环境的不同 它们会就地取材 通常在低海拔溪流生活的黄鱼霄 最常吃的是西里的螃蟹 青蛙和有毒的铲除 然而在武林地区 因为螃蟹是稀有动物 鱼霄才终于回到鱼为主食 这里的西流 分布着大量词成苦花的台湾蟬汉鱼 它们是黄鱼霄的最爱 黄鱼霄有时会通下自己的羽毛 这些羽毛或许可以帮助清除消化到的寄生虫 调查人员透过往鱼霄每天吐出来的实践 以及检查监视其拍摄的画面 发现鱼霄爸爸每天忙经忙出的 带回来的大餐除了园之外 还有小脑 小心哺乱动物 可有毒的铲除 不过铲除以围绕的毒线 对黄鱼霄来说却排不上用场 另外在来中 会出现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 台湾鱼花跟吻龟 幸好这菜色不算常见 台湾鱼花跟吻龟 目前最大的生存威胁 还是每年的台风豪雨 所带来的滚滚洪流 在野地中繁衍生物 偶尝要用许多无情的考验 正欧与小宝宝在刚复华之中 还要嗷嗷呆鼓的阶段 他们的母亲在大白天 突然不知为何地气躺而去 但许七秒的幼章 在初春寒冷的夏雨天 完全没有自保的能力 几个小时后 就都相继死亡了 当晚不知情的姑娘 还带着食物回潮 但生生的呼唤 却也患不回营药 结两只肉厨 研究人员通过 无线电追踪器 追踪这只母娘的下落 在一处旋边 发现这只母娘的尸体 已发现她的死因 可能是食物不足 加上异常的气候变迁 使得正欲凌着大雨呼出的母娘 在不堪击寒交迫下 可认称着雨时消息时 外出一时 因此体力透支而死亡 在这片浓密的森林中 似乎所有的悲欢离合 都只是自然间中的小小缩影 高深的雪融化后 武林谷地 蜕变成一侧东人的花园 心里的公鸳鸯 纷纷换上鲜艳的下装 希望能博取鸳鸯的欢心 而另一段狂渔消的家族故事 仍在森林深处持续进行中 随着潮州的小雨霄 羽毛见风 有时反而热地 许探头出来喘口气 用鸟刺周拉时 雨霄妈妈不再为储廟保温 但依然在潮州陪伴着小潮 直到第五周后 会转至潮外守护 但不再日以经验地守护 有时也会外出找食物 不过不像雨霄爸爸喜欢抓鱼 雨霄妈妈会究竟捕捉容易到手的食物 像铲竹青蛙等 当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时 自行顾家的小雨霄遇到威胁时 会超级能会发出扣扣的警告声 来威嚇敌人 一两个月大的小霄 开始对外界充满好奇 或许离她展翅高飞 慢用心生活的时候也不远了 在此之前 鸟鸟还需要在潮州拼命地挥动翅膀 锻炼身体 请跟着夏天走步的来源 小小的本人告诉她 今天或许是个适合起飞的好日子 雨霄妈妈也开始在潮边来回飞动 运气出一只 引导小小迈出离潮的第一步 看她孤单地往高处搬跑 寻找一个适合飞行的高点 准备起航 几过一番努力 终于到达战后 一样而出 小小新的离潮 但她都已是在潮州附近浓密的森林处 因为此时 她还不会自行迷失 仍需要父母喂养 不过她已经可以自己处理食物 这只不吞下的老鼠 当真恐咽地就被吞下了 吃饱了这个日记活动 她会跟着爸爸妈妈 慢慢地离开草树区 时光仍然 离潮后的小雨潮 尽快会在隔壁东坡 落叶飘零的季节里 正式告别父母 然后到别的西游河段 去寻找地盘 建立自己的家园 两年后 到过脚上的脚环 这只小巷从大甲西上游的游舍西 一路向下游移动超过了四十公里 最终到达航游溪 与那一只母鸟共结原理 还晕制了下一代 山水相应 云影相伴 生意的轮转 仿佛自由安排 辛苦了大半年的雨晓夫妻 在四年的櫻花雨来日时 是否有机会延续生命 也只能等待各种音乐聚合 四季更迭 我们请听到自然的节奏文 在目者都够死亡旅行声 让我们连接到其中的奥妙旅神 在风声流水声之外 游游传来的真是网游消的呼唤声 D declin 它似乎正在提醒着我们 为牺牲于虚准的力量 除了仰蚌自然的关心网络 还必须通过人类的善意与觉醒 来协助校服昔日的干扰 D declin 如一号 這片土地再度響起了各種聲音的合奏 樹風中所說的大眼睛 正透露了一份期待的光彩 但願在雪霸國家公益的努力下 紅霄在此可以找到 那踴躍安身立民的家 呼呼 每個人的媒體可合 和歌謀 不信任 不信任 我們在雪霸 洋湖 噢 不信任